大家好,我們現在要錄的這個人臉辨識系統呢 是我們跟國內一家上市公司 專門做CCTV的公司合作的 那麼因為我們的攝影機呢 跟它是完全相容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玄關機 我們裡面呢 就是改為可以人臉辨識的鏡頭 好,我們現在來測試一下 我們的玄關機的人臉辨識功能 我們玄關機除了可以用卡片開門以外呢 我們現在增加了一個人臉辨識 我們現在假設請模特兒進場 好,模特兒請進場 模特兒進場的時候 大概距離我們玄關機大概40公分的地方呢 它就會啟動開始辨識 好,它會啟動開始辨識 好,這個時候呢 因為這個模特兒它本身不是我們 允許的一個人 所以我們現在來把它建立成為 它可以一走進來就可以開啟門 好,我們現在來建立它的那個名單 進入我們允許的名單裡面 法屬呢,這個鼠標呢 把它指到這個照片 你想要選擇的照片 然後呢,這底下有選項 那最左邊呢,這就是因為它是 還沒有註冊過的 我們如果想要註冊的話呢 我們就在這個註冊這個 可能把它點下去以後 就會出現呢,它原來這張照片的紀錄 然後呢,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把它輸入 呃,呼號名字或是住名 呃,或者是名稱 啊,那就可以 可以 就可以來增加我們的資料庫 然後加進去以後呢 如果還有其他的需要增加的呢 的選項呢,就可以選擇在這底下 然後按確定 這樣就增加我們的力了 好,那我們現在呢 請MOTOR再走一次 看看它會不會啟動開門程序 來,MOTOR請進 大概40公分的地方 好,通過 它現在已經開門了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人臉辨識系統 謝謝,謝謝